说起摩洛哥马拉喀什 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标莫过于吉马夫纳广场 当然有的地方会把它移成德基马广场 这里就是最有名的 整个马拉喀什最有名的德基马广场 为啥说它最能代表马拉喀什呢 首先说位置 作为一个位于老城区旁边的巨大广场 它几乎是每个外地游客来到这座城市的必经之地 换句话说 如果有人说它去过马拉喀什 但是没去过吉马夫纳广场 那么这个人99.9%是在扯毒的 我觉得这个整个马拉喀什的话 我觉得最 最令人难忘的就是 还是那个广场吧 其次 这座广场是全球唯一一个 还在使用中的世界文化遗产 你别看白天广场上 就只有这几个专门坑游客的耍手人 但是到了傍晚 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 那家伙 几乎全城所有摊范和街头艺术家 都清朝出动汇聚于此 这边广场上面要来一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很多很多游客 蜂云而至 说实话 我去过很多国家的夜市 但是这个吉马夫纳广场的热闹程度 烟火期在我心中始终都是第一从未被超越 不幸的话你可以找个制高点 对着广场来一张常曝光 然后你就看这张照片的点赞炸不炸吧 最后作为游客来讲 你至少需要三天 准确来讲应该是三个晚上才能把这个广场摸个大概 你不仅可以在这里吃到摩洛哥全境的美食 就什么塔吉锅啊 烤蜗牛啊 裤子裤子之类的 晚上十一点半 晚上十二点啊 在这个德基马广场 然后我们这部部的人想 想去玩一玩当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看一下 钓鱼啊 而且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街头小游戏 比如像我们一样钓个圆啥 好 完了之后别忘了整一杯透心凉的鲜炸果在这里 就这样在这个炎炎下阵的摩洛哥之夜 两个字 舒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